记者罗欣珍屏东报道,近来屏东县内主要道路的中央分隔道路灯及交通号质感,两旁行道数,遭房屋,人力等重介业者细挂或张贴大量黄颜色违规广告物,严重影响环境观瞻,环保局展开强力取缔,统计今年已开发超过250件。 屏东县政府环保局长鲁台银表示,房屋新建案的大型广告物系挂情形已减少许多,但黄色小型塑胶板及直软广告物却日益增加,尤其屏东市郊及各乡镇辖区更是泛滥。 环保局已加强派员拍照财政并告发处分罚环,且以法现场立即拆除,同时请交通部公路总局第三区养护工程处及各乡镇市公所清洁队,主动规划寻拆告发取缔人力,以有效共同围堵违规广告物。 环保局也呼吁营建商、房屋仲介及广告业者自律不要心存侥幸,任一张贴系挂违规广告物的罚环是财累犯处罚规定,一年内四次以上违规,最高每件违规广告物可裁处新台币6000元罚环,同时令裁处需接受环境教育奖息的处分,且后续在违规设置者电话还可能被听话处罚。 环保局统计,今年1月至9月财罚案件,总共处分罚还252件,金额累计50万5800元,处分停划案件则有308件之多。 环保局也呼吁表示,民众若发现有任意张贴系挂违规广告物可究竟向当地乡镇市公所反映举报。